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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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言论自由行三周年 多谢你继续收睇我们 在这三年里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传媒 躺下了 又以另一个状态起翻身 大家如果记得 言论自由行刚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一个平台叫做主场新闻 主场死了之后 又衍生其他平台 852 巴士的 后来又立场 又有端 现在又香港01 01出了网之后 又出了纸 传媒生态不断起来变化 但作为一个流动直播车 我一直都在说 这是一个流动的传媒实验室 想试一些新的节目 希望推动一样东西 就是解困新闻学 Solutions Journalism 或者Solution Based Journalism 我们过去这三年的经验 都累积了不少 有几样东西都想在这做一个总结 第一样东西我想是流动直播室的概念 其实都挺有趣的 我们看到科技发展 就是一个有风顶的环境 起码下雨都可以在街边做到访问 我们试过曾经黑雨都召请到嘉宾上来 这个我们研究过 也都 就算是 十分之一 都有人上过来弹吉他 一个流动直播室的概念是可行的 也有很多人在问 也都预计晚些 会有不同的政治团体会做的 所以我们也觉得 可能都不用再出这么多车了 大家都留意到 另外就是整个概念 我们有一个突破性发展 就是主流传媒 以前和我合作过的商台 现在继续和我们合作中 都用到流动直播车 在做人民大道中 整个人民大道中 和阿健可以做到双线行车的想法 他经常问一些东西有没有真正答案 他经常问那句然后 其实都是有一种解决新文学的精神在背后 在背后 那 未来我们会继续做些什么呢 现在 看到有几样发展 都跟我们最初的想法 是接近 但是 是升了几个层次的 譬如说 你看到面书Mansion的功能 其实都是一种流动直播 就是流动直播是有得做的 但是可能大家是要求一种更加 机动式的 个人的流动直播 那 当你看到最初一件在推介 到早两天 苏錦良讲流动美食车的记者会 都用面书直播的功能的时候 你会看到流动直播 这件事也走到另一个阶段 那 我们在寻求一个新的突破位 那 未来我们三周年 亦都会找到新的合作伙伴 有新的节目模式 向大家推介 又会做一个新的实验 那 大家密切留意着 今个四月 言论自由行 又会有新的重要事项公布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